同学们好 上节课啊 咱们讲了文病病因里面的风热邪气 现在咱们讲第二种邪气 叫鼠热邪气 首先说这个鼠啊 它是夏季的种气 而且呢 有个界限 命经讲啊 是以夏至为界限 先夏至为病温 后夏至为病鼠 是夏至到立秋 这个阶段感受了自然界的鼠热邪气 导致的病变 叫鼠病 那鼠病啊 它类型比较多 因为鼠这种邪气 它热很盛 鼠为热之急嘛 另外鼠又容易加湿 所以夏季鼠血导致的疾病 种类比较多 比如说 鼠温 是其中的一种 除了鼠温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呢 有 比如说 鼠科 冒鼠 众鼠 鼠 鼠汇 鼠战 等等 这些个都是鼠病 但是你不能都叫鼠温 他们各自都是独立的病种 那种病都不一样 其中啊 最大的病 最常见的病 是鼠温 这个鼠温就相当于西医所说的 流行性 以形脑炎 简称就是移脑啊 或者叫大脑炎 还有 鼠章螺旋体病 简称鼠体病 但这两种病 可以参照鼠温来变两种病 它相当于中医的鼠温 其他的病 你比如说鼠科 就是夏天 感受了鼠血导致的咳嗽 上呼吸道的病变 冒鼠 相当于夏天的感冒 感受鼠血之后引起的感冒 中鼠 不用说 大家都了解 鼠慧 实际上和中鼠是一类 但是它和中鼠的区别呢 中鼠感受的是鼠热血气 它没有湿 鼠慧呢 是中了鼠湿血气 又有热又有湿 导致人神志不清 恶心 呕吐 实际上也是中鼠 就是中于鼠湿 鼠湛 退出血 有科血 卡血 甚至于口鼻涌血 有次于老窄 像肺结盒 但它不是肺结盒 它是急性热病 这些人都属于鼠病 都可以划到温病的范围里来 但是呢 他们不是鼠温 都是各自独立的病种 在咱们讲义里边呢 主要是讲鼠温 这些病呢 也附在鼠病里边 也能涉及到 鼠血的性质和致病特点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 鼠血为患 它可以不经过表证 直接就出现理证 直接入理 因为鼠为热之机 夏天气温很高 天气炎热 人的奏理熟悉 张开了 使血气容易向里去 另外一个 鼠血它本身治病力很强 所以也很容易入力 这两种原因就导致它 可以不经过表 发病就是理证 叶天是讲 夏鼠发自阳明 是不是鼠温病 就一定从阳明开始 那倒不一定 阳明只是其中一种 可以直接出现阳明病 大热 大咳 大汗 卖红大 白虎唐症 可以 它可不可以 入手太阴肺 也可以 就是说 它不经过 位分阶段 直接入肺脏 导致肺热 肺热也是理热 也是气氛症 那不管发自阳明 发自肺 都是气氛 就是说 它可以不出现 位分症 它还可以 入肺脏 导致肺热 还可以入肺落 导致 卡血 鼠血深入肺落 损伤肺落 导致卡血 或者是吐血 或者是口鼻 溶血 像吞血 比如说 高端多血腺体病 出血性肺炎 就可以出现 那种情况 另外 它还可以 直接 入绝音 绝音呢 包括 手绝音心胞 和足绝音肝 鼠热 邪气 减分人体 直接寝入 心胞 或者肝 你比如说 众鼠 突然滚倒 那就是 心胞的病变 它可以出现 成昏 鼠热 邪气 深入到肝 可以导致 冻风 神昏呢 是昏厕 冻风呢 是竞争 所以合起来啊 如果 它侵犯心胞和肝 这两斤 可以出现 警觉 神昏 抽出 它这个病变的 很复杂 叶田氏讲的 下属法子 阳明 只是举例而言 只是其中一种类型 它可以 直接出现 阳明病 也可以出现 太阴文病 也可以出现 绝阴文病 为什么呢 它致病力非常强 它热很胜 所以它可以 深入到 各个当时 鼠血 热是很胜 所以它 侵犯人体 非常容易 耗气 伤筋 也就是损伤 阳气和筋液 就不用说病人 在夏天呢 咱们正常人 都没精打采 精神不振奋 出汗多 喝水多 为什么呀 天气热 消耗的筋液多 所以呢 阳气 也随着筋液外泄 筋液 阳气两伤 健康人也有疲劳 缺水的感觉 何况 鼠热病人呢 感受着 鼠热邪气 气和筋不足的表现 非常明显 甚至于严重了 可以出现 筋气欲脱 筋液和阳气 脱离人体 而导致 体温突然下降 汗出不止 甚至于是冷汗 耐搏微弱 这时候呢 你就要赶紧 意气固托呀 意气生金固托 生败反嘛 常用的方筋 再严重了 可以亡羊 在筋气 虚脱的基础上 进一步就是亡羊 为什么 因为他热胜 对筋液和阳气的耗伤 非常严重 再一刻点 鼠邪为变 容易加湿 因为啊 夏天除了气温高之外 它降雨量多 天鼠下逼 地湿上征 这个鼠热 蒸发了地面的水汽 对啊 夏天的特点 叫鼠湿吧 鼠湿 弥漫在整个空间 那么人 生活这种 潮湿炎热的环境下 就很容易感受 鼠湿血气为我 当然鼠湿 是以鼠为主 加湿啊 它和湿温不一样 是以鼠为主 加湿 因为它和单纯的 鼠热病呢 就又不一样 胸闷啊 顽痞啊 纳呆啊 有这一系列 湿血困皮的表现 深重啊 就和单纯的 鼠热血气不一样 但是咱们也应该 强调一点 鼠容易加湿 但是不等于鼠臂加湿 王孟英啊 对这个鼻子 就特别加以批判 因为 夏天 雨水多 鼠就容易加湿 但如果说 夏天没有雨水 非常干旱呢 它就加不了湿 所以这个加湿啊 不是必然的 容易加湿 不等于一定加湿 这是鼠热病血的特点 第三种啊 是湿热血气 湿热血气为话 最容易发生在 肠下季节 是最容易发生 其他季节有没有呢 可以有啊 只要是潮湿 气温又高 就可以有湿热血气 但是在一年四季之中 相比较而言 是长夏居多 所谓长夏 就是把夏天延长 延长到什么时候 延长到秋天 所以 它是指 夏末秋冲 夏秋之交 夏秋交界的事 一般是在白分 这个季节啊 气温仍然很高 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 临近尾声了 但是自然界的气温很高 还可以到三十度 三十二度 三十三度 近年来温度越来越高 甚至可以到三十五度 温度是很大的 同时降雨量又多 很超湿 所以自然界啊 湿热弥漫 这个季节 是最容易 湿热弥漫 空气的相对湿度非常大 所以人呢 结束到 这种气 在这种气候里边生存 最容易结束到 湿热弥漫 而导致 湿热弥漫 湿热弥漫 所导致的病变 最典型的 就是湿热弥 湿热弥啊 相当于 西医所说的 为了和中医所说的 伤寒区别开 前面加一个长字 实际上人家西医就要伤寒 是长伤寒 或者是负伤寒 其他的 比如说 沟端中间体病 沟体病 也有的表现为 湿热的特点 还有 这个季节的 流感 流行硬感冒 简称流感 还有 由沙门市军属 导致的 感染造成的 其他疾病 沙门市军属感染 造成的其他疾病 这一类 都和伤寒有类似的特征 因为伤寒也是 沙门市军属 这一类的病 失热邪气 它的特点 第一个 最典型的 病变呢 以脾胃为中心 也就是说 失热邪气 最容易 困阻脾胃 吴俊同说 脾胃为夫妻 因为 这两个脾腹 互为表里 一阴一阳 它们两个呢 配合得非常密切 比其他任何脾腹都密切 它们共同来完成 消化吸收的过程 胃 煮受纳 它接受食物 煮消磨 把食物磨碎 然后皮煮运化 营养物质 精维物质 要通过皮来输送 是它们两个 共同来完成 它们的生理特点 在五行头属土 但是 脾为阴土 胃为阳土 脾为师土 胃为造土 脾主师 而要误师 胃主造 而要误造 所谓皮主师 是体内的水液 由皮来运化 引入一味 由一经气 上出一皮 皮气散经 上过一肺 通调水道 下出方光 不这么个过程 皮 是水液 运化 代谢的一个中间环节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水师没有它就不能运化 也不能下出到肺 也不能下出方光 所以啊 叫主食 但是 它运化水师 它有一定的限度 它这个能力 是只能达到运化正常的水食 如果超量了 它就负担不了 反过来 水师 就要困皮 物食啊 是水师过重 就把皮给困住了 作为外感病来讲 十分比较是外感 十二节气 外界的十二节气 大量的进入人体 这本来不应该有的 不是皮 应该运化的东西 大量的涌进来了 皮 能运化得掉吗 就运化不掉 它不能运化 反过来 水师 就困皮 所以 这个病变 从开始到中疗 始终离不开皮的症状 跟胃有什么关系呢 内微仰土啊 你这感受的是 湿热两种邪气啊 湿困皮 热去找谁啊 热就在胃啊 应该说 湿热病的特点 是胃热 像皮湿 它俩是这么分工的 所以湿热病的突出表现 是皮湿重 坚有胃热 所以治疗呢 是造皮湿 轻胃热 从这两个角度 这个湿热病 这个湿热病 它虽然 先到上胶 然后到中胶 也可以到下胶 但是不管在哪一胶 不管是初期 还是中期 还是到最后 始终离不开皮胃的症状 那么它的表现就是 皮肚生轻啊 由于湿着困皮 导致皮肤生轻 胃主降着呀 如于热血阻胃 再加上湿血的困阻 湿热组织气机 胃气又不能正常的降 胃气不降 回过头来就上腻 它向上行就要腻 所以它出现皮肤生轻 胃不降着的表现 具体表现 皮不能生轻 水液不能上出于肺 就下走大肠 大便肠 胃不能降着 水骨浊气不能向下走 消化的食物下不去 向上 就出现恶心 严重了就呕吐 吐和泻 这是最常见的凌床表现 第二个特点 失热节气 有意 困恶清阳 组织气机 困恶就是组织的意思 清阳就是指阳气 因为人神的阳气是清气 所以叫清阳 组织气机 所谓气机 就是气 气的运动就叫气机 怎么运动呢 是以升降出入的形式 向上升 向下降 向里出 向里入 向外出 以这么四种形式的运动 这个学家气机 所谓组织气机 就是气地 升降 出入运动 发生的障碍 不正常了 这是在食热病里边 最容易出现的表现 比如说 身热不痒 身热不痒的原因是什么呀 清阳不生 气机不通 是湿血 把热裹住了 不仅把热裹住了 把气也给避住了 气也不通常 不仅热发跃不出来 人体的阳气的流动 也受到了限制 所以 你摸它手脚 刚开口 摸的时候 它不仅不热 反而凉 体温很高 但是呢 皮肤表面更不热 像一块热年糕一样 表面是凉的 是因为 阳气不能流通 不仅热发跃不出来 气也不通 再比如说 胸闷顽皮负战 这是食热病 最容易出现的一双表现 上胶 隔膜以上是胸 胸部发闷 憋得慌 为什么 气不通 上胶的气质不通 中胶的脾胃 气息不通 觉得胃腕部 有堵闷感 脾就是臂 有臂在的感觉 闷得慌 腹部脏满 上胶 中胶 下胶 胸闷 顽皮 腐杀 总而言之 都是气不通 的表现 气质组织 出现这一类的表现 你说他大便糖 食热病的病人 大便是糖蟹 对吧 是拉锡 他这种糖痛快不痛快呢 排便很痛快 锡们应该很痛快 但是这种病人 排便并不痛快 糖质不爽 都爽就是不痛快 什么叫糖质不爽 虽然大便很稀 但是像什么排除很难 一迦达迦远外急 最后你感觉到是排完了 拉完了擦吧 那个纸你且用且擦不进了 粘绵乎乎 这就是尸术的表现 十斜中多粘力 它阻塞了肠道的气肌 大肠的气肌不通 这胃肠道的气应该是下行的 下行为顺 由于气肌走至了 气不能往下行 水施也不容易下行 所以它就粘制在大肠 有这种表现 小便 不通力 膀胱的气急也不通畅 所以它小便也困难 这都是组织气急的表现 再一个特点 病适缠绵 它这个病程一般来说都长 传便脚慢 是因为失邪的特点 重拙 绵腻 它不像外感含邪的伤寒 一发汗 含就散了 也不像外感热邪 用清热的药一清 就透出去了 解了 因为它是有形的 绵腻的邪气 它侵犯人体以后 是粘在体内 粘制在体内 阻塞了气急 气急越不通 十越没有出路 十越没有出路 气越不通 所以 反复 传绵 很不容易痊愿 很不容易痊愿 这是一个原因 不容易痊愿 那你说你传便呢 传便也很慢 它不像温热病啊 传便非常快 热血 温热的热变对速吗 松表很快入理 既可以入心包 又可以顺传卫腹 可以传下脚干身 很快 几个小时 几天 变化非常快 伤寒病相对来讲 比温病要慢 但是伤寒入理之后 传便也快啊 化热入理之后 传便也快啊 在外感病里边 伤寒 温热 湿热 这三类病 数它最慢 因为什么 它粘 有粘质性 它不容易动 所以病程就长 传便的慢 病程当然就长 所以就是一个 湿热的感冒 和风热感冒 和风肠感冒 治起来可不一样 只要是一粘上湿的边 你就别着急 这湿热病 不要着急 慢慢来 越着急就不行 预速都不大 因为它这个病病 本身就决定了 有的人呢 病人也是 一看这个病就着急 我这发烧一个感冒 五天了还不好 这你对大夫不行 我换个大夫吗 到他那两天好了 谁治好的 是你治好的 他减了便宜了 你他已经治了五天了 差不多了 你治了五天差不多了 到他那两天 最后他把实鞋去掉 去掉了 好像是他治好的 实际上你前面 给他打好基础 所以这个你要有耐心 告诉病人 别着急 这种病就是什么 像有些个发烧的病人 住西医院 一住住上 二三十天 我像这就 这一年来 我就见了好几厘 从西医院 有的花了六千多 有的花了一万多 各种抗生素 包括进口的 都轮轮盘用过来了 体温就是下不来 最后去的不干了 出院了 喝了找中医 其实很简单 就是食热女 食胎黄腻 卖相柔硕 你就用化石的 要慢慢来吧 两个礼拜就差不多 你一副冬要多少钱 这个你也别着急 你说好 你这个不住两月了吗 到我这三天就好 你可别吹牛 三天绝对好不了 退烧 慢慢的有三四天 能够逐渐的降 但不可能一下子 全退清 也不可能 全育 这要有过程 照着一个星期 十天或者两个星期 根据他的病情 你也别着急 为什么 他本身 就是这么个特点 抗生素治不了 我们中央能治 这点我们可以肯定 但是说 也不是 一把就抓下来 也需要一个过程 造 造 造邪制病啊 发生于秋季 造是秋季的主论 这个没问题 造病都发生在秋天 但是呢 秋天的气候温差也很大 夏末 刚刚进入秋天 出秋 秋阳一谱 这是形容词啊 是形容啊 夜阳天 太阳高照 大行天 太阳很毒 气温很高 三十几度 气温高 水分又少 空气的相度 湿度又小 所以他干燥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界就存在着 灶热血气 马上这场雨下完 气温就要降了 要降温 到八月十五以后 北京就该进入深秋了 是吧 过了中秋就是深秋吗 那个时候 是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景 北岸南飞 开始冷了 那个时候就没有温灶了 也是灶 但是是凉造 那个就不是文病 咱们这所说的是早秋 秋阳一谱 厌阳高 气温很高 空气又干燥 在这种情况下 人就容易感受灶热而为病 这种病的统称叫秋造 具体到温定 是秋造里边的温造 内经里边 对六阴邪气 造 论出的最少 所以素问治疹药弹论 并级十九条 十九条里边 没有一条是造病 刘鹤坚 那个补了一条 他说 他那仿照内经的写法 对你吃的条不是吗 朱气奔易 结属于碎 朱虹调前 结属于干 他说 朱色 酷 喝 干 浸 春节 结属于灶 这是多种干液 水液不足 哭恶表现 那么又有干净 皮肤又干又硬 像长了村一样 一挠就掉皮 皮肤干燥 脱泻 缺少水分 这些个表现 各种经验不足的表现 都属于造血为命 这个不是内经里边 是刘鹤坚 扩展的病基石有条 是他的话 内经里边呢 只提到 造胜则干 造者如指 只提到了这个话 并没有提 很具体的表现 那这话也就够了 造胜 金也不足 就干 他既然干 金也不足 就用如人的药 造者如指 提出这么个原子 大框框 说的很不具体 尤其是这句话 这句话 有点造成混乱 造为次寒 造是秋之令 寒为冬之令 是吧 秋天过去就是冬天 秋天的温度 比冬天要高一点 所以他从寒冷的角度上 秋天比冬天要次 但是秋季的主令是造 所以就来了 造为次寒 这句话对不对 咱们甭管谁说的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对不对 寒是冬季的主令 造是秋季主令 秋天后边就是冬天 冬天的温度低 秋天的温度 比它稍高一点 但是也凉了 天凉了 那么能不能就说 造为次寒 凉造为次寒 你这个概念清楚不清楚 造指的是什么 是湿度 是吧 空气里边水分多少 寒呢 是温度 温度和湿度能比吗 他们两个有没有比较 有没有可比性 温度高低和湿度的高低 它能比吗 它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你怎么去比啊 这个次寒应该是谁 是凉为次寒 不是造为次寒 凉和寒可以比 这个温度吗 低 它比它更低 它比它次寒 从寒的角度来说 它次寒一点 是凉为次寒 不是造为次寒 这句话呀 造成了混乱 对后世啊 对造病的认识 有影响 人们慢慢一点点摘了清了 这个造啊 有凉造 还有温造 那很晚才认识到了 造有 可以和温结合 也可以和凉结合 就出来温造和凉造的说法 那么治疗呢 也是更全面了 这是一个过程的 最早是就混乱在这 造写为病 很简单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造邪容易犯肺 从五行的角度来讲 造属筋呢 肺也属筋呢 同心相求 这从五行的角度来讲 从人体的结构来讲 肺来上胶 肺气从一鼻 肺外壳皮毛 自然界的造邪 减犯人体 不管是从口鼻入 还是从皮毛入 它也给它先到肺 这点和其他邪系没有区别 和风热邪系没有区别 但是呢 造邪它有一个特点 它从鼻子 从口进入人体 最容易影响到呼吸道 所以 它除了 造热邪系犯人 除了出现发热 微物风寒 这些表现之外 特别容易出现鼻子病变 鼻干 再进一步影响到肺 咳 鼻子发干 另外 出现咳 而且这种咳 它是干咳 肺的筋也不足了 肺气不悬了 出现干咳 痰很少 卡半天卡不出来 实际卡出了一块 甚至谈都是很硬的 在咱们北京地区 这种造科的病人特别多 大家临床上可以注意啊 别见了咳嗽 就用新闻 发散 全费 用不着 东花 紫苑 绝备母 全瓜楼 家人家杀身 卖东 行了 效果挺好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地区大了 一年四季干燥的时候多 不干燥的时候少 所以 造科的病人特别多 春天有 秋天也有 冬天也有 它不光现于春季 秋季 村天都有 这个以后 大家临床上可以注意 这是它的特点 它首先侵犯肺 先犯肺胃 然后就是肺脏 因为啊 造邪是从口鼻而入 从鼻入呢 当然是这个系统 侵犯肺的系统 从口入 它就侵犯肺 所以造邪在进一步发展 造热邪气致病 由肺给传到胃 出现胃造 惊艳不足的表现 再顶多 由胃 到大肠 出现大肠肝臟 一般 它不在深入发展 造邪为病 很少入营邪 但有没有呢 极客为的也有 入肝身的 但是很少 一般都是以肺为主 进一步可以到胃 到大肠为止 大多数都是这样 咱们所说的这个温造病 相当于西医的 所说的 上感 就是秋天 干燥气候下 出现的上呼吸道感染 简称就是上感 或者是 它传遍比较少 一般也不出现 微重症 现在造邪为兵 撒斩到深入下降 很少见 基本上下降 它轻 这是一个特点 最容易犯废 这很简单 造邪容易 伤筋液 造邪则干 干就耗水 所以它最容易侵犯 人体的肺部 损伤肺的筋液 再进一步 就是胃的筋液 导致肺胃的筋液不足 出现各种干燥的现象 有哪些表现呢 口 鼻 虫 腌 舌 口 口干 鼻干 嘴唇干 裂到秋天嘴唇都容易裂 唇干 腌后干 但是它不太渴 又喝不到水 腌后不老几个干 老听嗓子 这发干 看看舌 干 少计 口鼻 唇颜色 干 另外 皮肤 干脏 因为筋液不足 皮肤也持续柔润 所以皮肤干脏 甚至于到白面脱屑 秋天都有这特点的 这些个 统成 包装 造像 这 干脏的表现 这内衣节气 咱们火不算 先说这五种 把它分分阴 风 属阴 属阳 阳 阙 属 是阴 是阳 属肯定是阳 属为热之急 所谓阴属那个说法 王梦英不是批判了吗 如果有阴属 那是不是有阳凡呢 不可能的 属肯定是阳 施 施 属阴 寒 属阴 造 属什么 谁说的 你找根据 咱们中医基础理论讲义 风 阳 属是阳写 诗是阳写 寒是阴写 诗是阴写 寒是阴写 都写了 就这门写 你不信回去翻译出 这个回避了 为什么 你火字片咱们不管 你火字片咱们不管 就在这问题 有争论 有人说造是阴写 为什么呀 造为刺寒 寒是阴 造是什么 刺寒能成阳了 寒为阴写 它刺寒也是阴 这是一种说法 造圣和干 经验不足 看看 风伤不伤经验 鼠伤不伤经验 尸伤不伤经验 不伤 寒伤不伤经验 不伤 为什么 阳邪伤阴 对吧 阴邪伤阳 施邪也恶伤阳气 因为施邪要化掉 必须靠阳气的蒸发 对吧 靠阳气的蒸腾 你在化尸的过程中 肯定伤阳 所以 属阴的邪气都伤阳 造伤什么 造圣则干 上的是金业 他金业属阴呢 那他属什么 属阳 他到底属什么 不知道 到今天 也没有定论 这个同学们 你们愿意怎么定 怎么定 根据你自己的观点 我说他属阳 为什么 造圣则干 他伤心业 没有阴邪伤阴的 对吧 但是这一派观点 在传统上 是占很大势力 这个是传统做法 这个才是传统 所以这个事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至于他属阴还是属阳 你怎么说都有道理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 真来能去 你最后落实到 他成绩业是现实 对吧 治疗你就得润造 具体的治法 咱们讲润造的时候 再具体讲 润造不同一次音 除了风热 鼠热 湿热 灶热 这四种病邪之外 温病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还有没有其他的病邪 可以导致温病的发生 寒邪 这么说 寒邪不行 寒邪不能直接导致温病 有嘴快的 要浮寒化温 寒邪不是温病的直接致命因素 他要有一个化的过程 东伤与寒 春壁病闻 那是经过了两季节吧 跨过两季节了 冬天感受了寒邪 为什么春天才发病呢 说明寒邪不会直接导致温病 寒邪直接引发的疾病是伤寒 冬天感受了寒邪 当时没有发病 寒邪藏在体内 由于人体阳气的作用 在里边 寒和阳互相斗来斗去的 把它转化了 转化成热血 寒邪 寒邪里 寒而化热 所谓寒而化热 还是把气寒住了 气把它化成热了 是阳气的作用 就叫浮寒化温 那么到春天 阳气升发了 温度高了 豆里开泄了 里边浮的热就出来了 发出来了 是从里向外发 自内向外发 对 寒邪可以导致文兵 但是它不会直接导致文兵 是浮寒化温 这是中文学的传统理论 而且导原于内经和上寒 是最传统 最古老的说法 那么究竟说 这个寒邪藏在哪 怎么化的 在不咱们讲发病类型的时候呢 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这是一种观点啊 浮寒化温 是温病的致命因素 但你别直接写寒邪啊 写寒热邪气不行 前面风热邪气 鼠热邪气 湿热邪气 灶热邪气 最后来个寒热邪气 这么邪恶不行 寒和热不可能结合 所以是浮寒 浮在体内 育儿化热 转化成温邪 除了浮寒化温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可以导致温病 就是六一节气里边 都有了吧 能火的 咱们每个都提到热了吗 风寒 鼠湿造热都有了 除了六一节气之外 还有没有 多了 力气 力气呢 无有可 也把它叫力气 力气 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 那么之所以把它叫做力气 是因为它致病作用非常强 致病能力非常强 接触的就得力 所以它很厉害 实际上 就是这个力 它飙发灵力 致病作用非常强 所以叫力气 这个力也是暴力的意思 暴力 很强暴 力气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 一种致病作用非常强 首先强调 第一个特点 致病力比六一节气要强 第二个特点 它导致的疾病 有传染性 再一个 它还有选择性 对什么有选择性呢 对受体有选择性 就接受它这种邪气的 固执 它有选择性 比如说 有的这个力气 它就只在人类里边传染 它不给动物传染 只传染人 不传染动物 有的呢 它就只传染动物 不传染人 有的病就是人畜共患 人和动物都可以的病 还有的呢 鸡病 鸭不病 它只在鸡里边传染 比如说鸡温 它只传染鸡 它不传染鸭子 还有的 牛病 羊不病 只在牛群里边传染 羊跟牛一块 你羊不传染 对受体验 它有选择性 还有一个特点 这种邪气啊 也不是一种 因为啊 同性力气 有的人导致的人潮表现 是这样的 有的人潮表现 就是那样的 它并不一样 所以力气为病 也不是一种病 种类也不少 就有这么四个特点 根据无有可文一论的论述啊 一个强调了它 致病力 比一般的文贤要强 再一个 它可以导致传染 甚至于大流行 传染性强 再一个 它对这个致病的效体 有选择性 疾病 鸭不病 牛病 羊不病 还有人畜共患 还有 这种力气 也不是一种 也不是单纯可以导致一种病 不同的力气 可以导致不同的病毒 统称都叫瘟疫吗 这个力气啊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在当时的条件下 能够观察到这种程度 应该说是难能可为 力气怎么着 从性质上来讲啊 说力气 只不过是强调 它那四个特点 具体落实到 分析它的性质和治疗 还是离不开 温热和湿热 两大类 就有的 它单纯就是温热的表现 你就清热 比如说 鱼食鱼的清闻败多饮 不治疫病的吗 治疫病发半诊 那就完全是热 没有湿 另一种 就是食热性质的 比如说 无有可的达原伞 就知道是 食热性质疑病 所以从性质上来讲 还不外乎是温热和湿热两类 说是它力气 把它从六阴里边分出来 说它非风非寒 非处 非湿 不是六阴邪气 只是强调了它的传染性 它致病性非常强 这个特点 所以在讲义里边 瘟疫 就没有单门列一个病 没有单独的列一个病 因为瘟疫也不是一个病 把它搁在 温热性质和湿热性质里边去了 没有单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 咱们提过的温热毒邪 简称温毒 这种邪气质病 它有特点 一个呢 它多数都传染 有传染性 再一个 有局部红肿热痛 甚至溃烂的表现 所以给它加一个毒字 把它也作为一种 质病因素 一种病因来看 温毒邪气 实际上呢 从性质上来讲 它也就是温热性质 不过就是 有局部红肿热痛 溃烂的表现 就把它叫做毒 关于温病的病因呢 就这么多 咱们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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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休息一会儿